在大清,有一群特殊的群体,他们地位尊贵,但都是贤人,官方称呼叫贤散宗士,实际上就是清朝宗士里那些不是嫡长子的儿子。 清朝宗士有个别称叫黄代子,包括有朝代、吉福代、长福代和行福代四种,惩治于顺治十八年。 其由来是,黄太极下诏让亲王以下宗士接触金黄色腰带,满清刚入关时,黄代子大概几百人,到了嘉庆就已经发展到了几万人。 闲散宗士是黄代子里面最无聊,也最没出息的一群人。 这一大帮金城皇二代横行霸道自不用说,打砸店铺,调戏民女,甚至杀人的事也干了不少。 但是没办法,谁让人家来头大呢? 按照当时法律,黄代子杀人是不用偿命的,即使犯法,地方部门也管不了,得交大内衙门宗人府。 几万黄代子加上一群不知来头的假黄代子,无法无天,在街上拖鸟遛狗,背后再跟着几个狗奴才,路人看见都不敢靠近,整个京城就被这群尊贵的流氓搅和得乌烟瘴气。 这种情景可想而知,嘉庆十三年,一个黄代子干了件大事。 五月初期,有个叫敏穴的黄代子喝了点小酒,开始没事找事。 敏穴空有个好名字,智商情商却都比较低。 那时候他从理发店出来,之前的酒劲还没下去,正走着呢,碰见一个卖烤地瓜的。 他瞧了瞧天上无比热情的太阳,想着这种季节怎么还有烤地瓜的? 莫非这是假的?不行,天子脚下金城地面,这事自己得管。 当时的敏穴纯粹是吃饱了撑的,他质问小范,你这地瓜是不是假的? 小范奇怪,说地瓜怎会有假? 他的解释敏穴不信,并且非要一个尝尝。 小范就把一个烤熟的地给他,敏穴一手抓起,地瓜啃了一口。 尝出来了,这就是个地瓜,顿时敏穴感觉很没面子,把地瓜扔下就要走。 小范不答应了,你这人神经病啊,咬一口扔了就走。 急忙抓住了敏穴,敏穴大怒,你个刁民敢动我黄袋子,简直是胆大包天。 他忘了,当时自己是光着膀子,小范根本看不出来他的来头。 敏穴气愤之下,让跟着自己出来的一个家丁动手,主仆二人连说把小范抱打一顿。 小范求饶也不理,一直打到头破血流,齐齐掩掩。 旁边人看着还得了,你这都要打死人了,立刻报告官府。 但是官府也拿他没办法呀。 后来这件事传到皇帝的耳朵里,嘉庆皇帝听了冷笑一声,这正想杀鸡锦猴呢,就有人送上门来了。 当时刑部考虑敏穴的宗室身份,还想过从轻发落,但是在嘉庆的直接命令下,敏穴最终被流放出京。 因为一个地瓜被赶出京城,敏穴也算是恶有恶报了。 话说在乾隆年间,皇帝子所写的唱词被集结出版,取名子弟书。 之后这七十多户的皇帝子被发配到圣经,也就是现在的东北。 后来经过演变,就变成了现在的东北二人传。 现今,东北二人传火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,但是却很少有人知道这段历史。 有一点值得一提,那就是在满清灭亡后,这些皇帝子的下场并不好。 据考察,在满清灭亡后,有些家里还有一点积蓄的,勉强还能变卖家当狗活。 但是,还有很多皇帝子,他们游手好闲,甚至很多人,甚至连十字都是问题。 再个,这些人由于没有一技之长,甚至很多人连活命的本事都没有,最终他们只能沦落为乞丐一类的人,或流浪街头,或转呼沟壑,甚至动垒而死。 这样的结局也算是可悲。